据报华为创办人任正非 计划将公司转型到主力发展软件业务 去应对美国制裁 有学者认为转型有助集团发展5G业务 华为前年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至今 美国三议院两党最新也提出一项法案 建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扩大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等科技公司的销售限制 不过华为已经逐步部署转型 路透引述一份华为创办人任正非 上个月在公司内部会议的文件 提出在美国政府持续打压之下 难以生产先进硬件设备 应该更加专注发展软件生态系统 例如自家研发的鸿蒙作业系统 和人工智能计算等 因为软件业务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 未来发展基本不受美国政府控制 目前华为的鸿蒙系统可以用在冷气 蒸焗炉等的家电 集团亦在官方微博宣布 将会在下个月初举行鸿蒙产品发布会 市场预计系统中会覆盖到手机等设备 有学者认为华为主力发展软件业务是明智的策略 华为第一季业职提到收手机和电脑等消费者业务收入下降 拖累集团整体收入亦都跌超过一成六 有调查机构亦都统计 华为上贵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市占率已经跌穿头不明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